11月23日每年固定举办跨年晚会的老顽童陈申在台北召开爱情的枪2012跨年演唱会记者会 此次不但宣布跨年演唱会延续以往不规则不准时倒数的方式 陈申更带上最新专辑与大家见面 新专辑的内容非常丰富是申歌的游击记录 专辑更请到奶茶陈其珍玉可维等天后级的女生助阵 陈申与奶茶刘若英师徒情深也曾被拿来炒作绯闻 但此次在他新专辑中不必闲的找来奶茶助阵录音 申哥表示一切都是巧合 对 那个他们前两个月吧 然后刚好回来 然后突然因为我刚好在录音室 他突然打电话来找我 我说说因为录音室的老板是他的 我是师父他是师工这样子 然后就来看看看 顺便来看看他们吃吃炸酱面 就带着老公来了 结果来了一下子之后呢 我所有的汉子朋友们都出现了 可以想见他老公那天应该也蛮惨的 所以中华对家两分啊 对于奶茶闪电结婚的消息 申哥说他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 但也有耳闻 奶茶在结婚后打了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 他为他感到非常开心 陈申不改搞笑风格 更开心的是终于还自己一个清白了 因为他的那个总管 家里的总管还有他姐姐都会多少少都会口风会漏掉 我大概也知道一点点 但是因为我们是铁城镇的汉子 就不太去参与这种比较娘炮的事 所以一直到他结婚当天呢 黄昏 就是说他打电话刚好在办公室 那那天工作很累 他就打淡淡告诉我说你不要下楼 因为楼下一定有很多狗仔队 我就打开窗户一看哪有 哪有那么红 不要忘记脸上贴金 他就告诉我说我结婚了 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字 老实说我突然有一点 还我清白了 那种感动 对对对 突然有一种感动 还蛮真的还蛮感动的